现在的单位和公司真是太不懂事了,我都跟他们说了,我家小妍是城市孩子,从小娇生惯养,干不得重活,我让他们安排一个轻松活少的岗位,实习薪水给个一万八千左右就行,但他们全都拒绝了。 堂姐也真是的,小妍一个刚毕业的实习生,就想要这么高的工资,和这么好的工作环境,怪不得所有公司都不要她。 我现在真是没有办法了,不然我也不会冒昧登门了。 姐,我理解你的心情,要不这样,小妍先去我诊所上几个月班积累一点经验。 咦,你那诊所就算了,来往的病人全是底藏,不是货车司机就是街头摊贩,甚至还有打架混混,一点档次都没有。 再说了,我是学考古的,走的是典雅高贵路线,春风诊所跟菜市场一样,还要服侍病人,一个月给我十万我也不会去。 就是,小妍去你那里怕是学不到东西,再把自己的身份学低了。 春风诊所看不上,那姐你想我们怎么帮忙? 我想过了,那些小单位狗眼看人低,我们就不去了。 我准备让小妍去千宝集团,我也不求她大富大贵,一年百八十万就行。 去千宝集团的想法不错,但他们公司对专业要求非常高,不是经验丰富的健保师,就是天赋过人的好苗子。 我就是知道难进,所以才来找你们呢,你看丘陵,开诊所多年,医疗资源无数,而你是古玩大家,来往不少富贵人家,你们帮我打个招呼,小妍去千宝集团还不跟喝水一样容易,除非是你们不想帮忙。 我承认,我们的确认是千宝集团董事长韩南华,但我们只是点头的交情,人家韩南华一年赚几十个亿,而我们唐家全体一年才赚几百万,双方阶层差了十万八千里,哪有走后门的能耐啊? 爸,妈,这个事情我能帮忙? 都什么时候了,你个上门女婿也来插嘴,没啥本事就不要往这里凑了,没看到我们急得头发都要白了吗? 丘陵,三国,咱们这几个亲戚也就你们最有出息,如果你们都不帮忙,小妍真的。 就找不到工作了。 三姑,小妍,这忙我爸妈确实帮不上,韩老虽然平易近人,但我们跟他只是点头之交,没有半点交情,而且每年想进千宝集团的人,没有一千也有八百,其中很多还很有背景,韩老连他们的面子都没给,我们又拿什么去走后门。 哼,什么没有交情,平时一家人吹得牛哄哄的,关键时刻就没交情了,我看你们就是不想帮忙吧。 妈,我都跟你说了别来这里的,你没钱没事,谁认你这个亲戚啊? 姐,小妍,你们怎么说话呢? 是我们不想帮忙。 哼,你们有去帮忙,你们是求人了,还是掏钱送礼了,什么都没干就说帮不上,如非看你们是亲戚,我还不想让你们帮忙呢? 我拉下脸求你们,已经给足面子了,结果你们来之一出。 你这么说,还是我们荣幸了,行了妈,三姑你们别吵了,这件事十三是可以帮忙的。 若雪,你别开玩笑了吧,谁不知道你们家十三是废物,你们不想帮忙就直说呀。 妈,咱们走吧,人家待会还要消毒我们坐过的沙发呢,别打扰人家了。 三姑,我不是忽悠你,十三,曾经救过宋红颜女儿的命,让宋红颜去说情就可以了。 你要真看不起就明说,以后我们都不来了行了吧,至于用一个废物来敷衍吗? 十三,对宋红颜打电话,让她帮一下忙,今天这口气,我一定要发泄出来,不然今晚就不用睡觉了。 这点小事,不用宋红颜,我直接让我女仆,哦不,一个朋友帮忙就行。 可以了,事情搞定了。 装,继续装,看你们一家子能装到什么时候,什么狗屁亲戚。 小颜,走,这里不是我们能来的地方,高门大户,咱们攀不起。 妈,先搞集团的电话,快接,快接。 你好,丙小颜,你已经成功被我们千宝集团录取了。 妈,前秘书说,让我明天去公司培训。 太好了,我女儿可以进千宝集团了,真是老天有眼啊。 不是老天有眼,是十三帮了大忙。 明明是我家小颜出色,千宝集团看中了她的潜力,跟你们家十三有什么关系。 小颜今天进了千宝集团,我心里高兴,就不跟你们这些势力演计较了。 再见。